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时候几几年 我离开邵氏的时候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70年 我是63年进的邵氏 7年 我帮邵氏亮了7年牌子 才拍了23部戏 那我们拍戏都是有归有局的 怎么叫有归有局呢 戏来了剧本来了 大家一块讨论 然后拍戏 就是起先有准备工作 或许是有练习的rehearsal 尤其是拍黄米调 要请老师来教 然后拍戏呢 可能在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候 拍戏以后又三四个月 就是不是没有赶的 就上班一样 上班就是你感觉上是就精工细凿的那样 慢慢的拍 那我是经过那个时候 后来我访问那些人 他说邵氏不是这样的 他说他那个头套从来不用除了 在这边拍了两个镜头以后 到那边去又拍一个戏 另外一个戏 也是这造型 造型 头套一样 所以就变工厂了 变工厂 其实你走离开邵氏那年70年嘛 也刚好是邵氏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那个时候是邹文怀也是带了一帮邵氏的干将 离开邵氏后来成立了佳和嘛 你当时怎么刚好就那个时间点离开了邵氏 是个巧合 我差点就进了佳和 对有真的啊 因为我公共是台湾的邵氏影片的代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他要是跟周文怀一起出来去做那个佳和的话 那你也就过去了 我也可能过去了 结果他们没有在一块过去 那后来可能跟李小龙对戏人是不是就是你了 其实李小龙呢 倒是因为我没有拍成那个戏 因为我那时候大肚子没有拍 因为他们要打那个邵氏的十三十四女英豪 就想用一个这么配来打他们十四个人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怀孕了 怀孕了不能够生 要生孩子了不能拍 结果他们就找到李小龙 李小龙就跑到邵氏来拍 到佳和去拍那个唐山大凶 唐山大凶 是这么来的 哎呀这么来的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本来是找你一个人就顶了就算了 结果后来 他不更顶了吗 接触过李小龙吗 接触过 怎么样这个人 他是真的会功夫 我们这个是花钱秀腿 他是真的会功夫 那个陈岗生呢 会功夫吗 陈岗生我不太熟 就是陈龙了 他叫陈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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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说他姓陈岗 不知道现在搞不清楚 对啊 他是真功夫 他不是真功夫 他也是花拳秀腿